樂器比例很重 就是 木匠兄妹的歌曲 叫close to you 我們用了一個很奇怪的樂器 叫talk box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難得有機會讓大家多了解一下 音樂或者樂器的東西 talk box 就是有一次我在逛 就是國外的樂器人 然後因為我之前在網 就是網路上面的影片 就看到我那個steve wonder steve wonder 對 然後他也是有唱這首歌 然後他是用keyboard接talk box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是talk box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一根管子 其實我先告訴大家 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bon jovi 他那個 他接一根管子大家在想奇怪 為什麼一邊唱歌還要喝飲料 什麼樣子 那個東西就是talk box 然後呢 然後我就遲早了很久 因為我身邊朋友比較難問 這個東西叫talk box 就是從國外訂來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在 第一次使用就在小巨蛋的時候 就想哇 終於有一次機會可以拿這個東西 那時候已經練成了嗎 就是 一半一半 對 一半一半 就覺得好像滿炫的 真的呢 真的很有趣啊 而且那個聲音其實滿像變形金剛 對 就覺得演戲很爽對不對 對 就覺得很high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練功 已經達到什麼境界的 盧廣仲 這次是一塊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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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Girlu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Leyelto be Close to you 在这个理念好像 這個寫的一個是 比較有親情感覺的歌曲 有一首歌叫《不想去遠方》 其實也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可能要往外地跑啊 坐飛機啊 這個就跟你以前的生活 對 太大不同了 所以就會 因為工作關係 然後常常坐飛機 然後有時候在飛機上 就會想要家人 因為我爸媽其實他們 沒有出過國 對 他們都是留在台灣 然後我就會 每次坐飛機的時候 我就會想好他們 你出來唱歌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是有什麼意義嗎 在他們的心目中 這件事情是好還是不好 實際上一直都很支持 所以你看你們的時代好幸福 我們那個時代要搞團 出來演唱那個 搖滾樂團就是 洪水猛獸的代名 就是變壞的第一步 誰曉得對不對 音樂啊 是不會讓人變壞的 這首要送給 爸爸媽媽的歌曲 是 不想去遠方 我們會不會給你 好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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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狀態多不願意 如果可以我先學會瞬間轉移 我要有我的年齡 把地球變成一顆回笑星星 不用費力氣就可以 跨越海岸照 到你別帶我去遠 我獨身去遠方 我只想待在這陪你說說話 然後余生三明 就這樣平安的笑話 暫時沒有想到其他的願望 別帶我去遠方 我不想去遠方 我只想待在這陪你說說話 然後一些生命 就這樣平安的消耗 暫時沒有想到其他的願望 我只想要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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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想要你